最近又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 就是说蒙住眼睛 捏住鼻子 你就分不清可乐 雪碧 更分杂 后来我仔细想了想 蒙住眼睛是挡住视觉 捏住鼻子是挡住嗅觉 而我尝味道是靠味觉 怎么可能喝不出来 而且做我一个25年的碳酸粉 你别受到嘴巴喝 你就在想屁 要什么喝 胆子也能喝出来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尝试一下 我们先把它倒到玻璃杯里面 好 然后戴上我们的眼罩 全蜜蜂的眼罩 没有放 把眼睛灭下 然后我们先加饮料 交换一下顺序 哇 卧槽 卧槽 都傻了 先擦一下吧 还好把它打平的 还可以再倒一杯 一不小心碰到杯底了 好 盖上我们的眼罩 这是我小心一点 小心一点 应该差不多是这个 还有一口 嗯 事不过三 小心一点 先找出杯子 哎 烫到的 老板就把它挪回去 乔到的 往下 蜃犁 三个大皮 好 好 要请家 诶 诶 诶 能不能够 能够 能够 慢一点 现在我已经完全记不得他位子了 下面我们捏住鼻子 捏住了 先尝尝第一个 这么有味道 完全喝不出来它是啥 第二个 哇没味道 觉得喝出它这个碳水的味 但是不知道它是什么口味 你知道吗 再尝尝第三个 哇一个都喝不出来 都是一个味全是碳水味 哇鼻子疼掉了 看一下啊 这好像是芬党 好像是芬党 可乐 雷逼 对吧 但是它蒙着眼睛它真喝不出来 什么味道都没有 我们都是靠嘴巴来感受味道的 但为什么捏住鼻子它就没味道了 拍这期视频啊 我的桌子都试完了 我的裤子也试了 再看我的地 这样